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做冰麒麟 只见小伙将冰块倒进木桶内 然后往铁桶内倒入牛奶 又加入大量芡粉 最后用单身20年手速不停转动铁桶 在调和原料的同时 让它们发生反应快速凝结成奶洞 然而希望多大失望就多大 赵亮摇起一小勺发现奶洞并未成形 赵亮满脸失望坐在地上 就在不知怎么办时老爹出现了 牛长远觉得可能是力度跟速度不够 让他用吃奶的力气去摇 接着赵亮听话赵左 差不多摇了半小时 打开盖子一看还是那么稀 根本就凝结不成奶洞 怎么还那么稀 而赵亮之所以如此执着要做出冰淇淋 是因为就在昨天他跟洋人打了个赌 事情起因是洋人嘲讽中国太落后 就连冰淇淋都做不出 赵亮为了挽回国家面子 更为了证明自己实力 当即放出狠话要做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冰淇淋 如果你能做出来 我就买你一百桶 如果做不出来 赵亮就要沦为他的奴隶 史密斯却帮赵亮打抱不平 因为做冰淇淋首先要有制冰机 他没有制冰机怎么做 赵亮你不要答应他 可赵亮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也是爽快跟对方立下赌约 事后朱先生看他年轻有为 也表示如果真做出了中国人的冰淇淋 就帮他在北京城开家冰淇淋店 让洋人不敢小瞧中国人的手艺 让他们知道咱们也能做出来 那太谢谢您了 有了他人的激励 热血沸腾的赵亮就更加自信了 他现在要着手于制冰机的制作 偶然一次机会在逛街时 却发现灯笼能够转动 顿时就来了灵感 于是夜晚就买来一堆材料 按照灯笼的结构 花了一晚上做出了手摇制冰机 接下来就开始了尝试做冰淇淋 可手都快摇断了还是做不出奶动 没奶动就无法形成冰淇淋 于是赵亮又尝试拉铁桶 这时牛长远却走了进来 还交给他一包纸 说这里面装的是秘房 让他加进去一起摇 你要不放他能做出冰淇淋来 我以后可以改口叫你爹 赵亮半信半疑把他加入铁桶内 然后使劲快速转动 没想到再次打开盖子 是果真发生了变化 还真成糊了 爹 那当然 要不然我怎么是你爹呢 赵亮一脸高兴 趁老爹没注意从他手中夺过秘房 又用手指沾点尝尝 结果却出乎意料 盐 对 翻冷奶 加上盐 再加一搅拌 准能成冻 而牛长远也是机缘巧合下 才发现此种方法 原来就在昨晚他出去逛街 却看见商贩在卖山楂冻 这形状就跟奶冻差不多 尝过一口清凉开胃 接着就好奇问老板山楂结成冻的方法 这东西怎么能够在这么热的天结成冻呢 这方法就是一层窗户纸 来了 我告诉你 因此牛长远才会在儿子面前大展身手 现在结冻的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赵亮就重新调制配方 用牛奶加上草莓 又加了干果跟葡萄 接着不停使劲摇晃铁桶 做出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冰淇淋 直接将洋人的脸狠狠按在地上摩擦 这是什么 中国冰啊 中国模仿 你也能做 我们以前做不出冰淇淋 是因为我们不敢去做 我就是想告诉贝尔诺先生 我们现在虽然很落后 但是我们不会永远落后 史密斯吃得开心又尽兴 让赵亮再来一晚 可嘲讽中国的洋人却没心情吃 赌约说了他就要履行当初沉默 购买一百份中国冰淇淋 一百桶冰淇淋价格定好以后 我会告诉您 谢谢观看